赶在过年前检方约谈土豪哥盗案说明 Whotel密案发生快两个月 土豪哥朱家龙首度遭北检传唤 停讯后以毒品防治条例遭检方申请乐界 罕见连人贷券移送北院开庭 就是要把土豪哥送到戒指所过新年 检方大动作搜索发现大量毒品和现金 同时约谈十多人盗案说明 并查扣手机还原启动毒品资料库 进行分析比对 向上追查毒品来源 一个多月前在警局遭询问 兼称只在房间看电视 但根据最新毒品检验报告出炉 土豪哥吸食二级毒品罪证明确 甚至还在饭店内玩游戏 怂恿玩输了的郭姓女子喝下毒咖啡 导致急性中毒死亡 检方大动作约谈时突然到案 分三个侦塔亭隔离讯问 同样涉毒品案的酒店经济洪盛宴 也遭申请乐界 另外也在命案现场的铁工厂小开 江哲伟因为涉嫌输入禁药 被依违反药事法 申请积押禁件 原来饭店内开趴用的毒品 不只是一般常见的安非他命 和毒咖啡包等新兴毒品 甚至还有这种被称为 丧失药的卡西同类毒品 在死者身上发现高浓度成分 使用后就向国性女子最后遗言 整个现场群抹乱舞 朱姓跟红姓被告 经济派关采集尿印麻法送验后 均验出有第二级毒品 甲基安非他命 以及咬头丸的成分 那已经证明他有适用毒品的情形 随着关键人陆续倒案 土豪哥算是整个W Hotel命案的 最后一块拼图 检方抽丝剥解 命案真相将越来越清晰 记者李英伟温斯海 爱情小组开报道